我姚無威脅了 剛才一個導彈飛過去了 大陸網紅美艾斯烏克蘭曾經發了一片冬至里的烏克蘭教字 中國露12娶了烏克蘭美女 還破了老婆穿美衣和三角褲包水酒的照片爆紅 除了露12中的英雄後來他定居在烏克蘭 時常會在網上分享生活 今日俄無關係緊張 15日他還曾發文說坐等拜登車的16號要開戰呢 今天俄軍就都撤了自己裝備都買好了 還說這波被拜登騙了熱搜也有點過分 不料24日俄羅斯真的毫不留情的開打 烏克蘭到處都可以聽到炮火聲 也讓他不禁感嘆了起來 我姚無威脅了 剛才一個導彈飛過去了 沒想到在烏克蘭經營了21年的生活 還是走到了這一步 現在不知道是要開始撤離還是要怎麼樣 還曝光了討亡前的準備 現在全家都已經搬到一樓的沙發上來躺著 跑路前的狀態 房子的狀態是這個樣子 外面還有一粒陽光看著充滿希望 但現在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影片曝光後網友紛紛留言說 從來沒看過博主什麼慌張的表情 看得出來真的很恐懼 希望戰爭能趕快過去啊 從海外生活博主一下變成了戰鬥前線博主 從海外生活博主一下變成了戰鬥前線博主 看得出來 會被打翻譯成了戰鬥前線博主